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送给大家一个观念 叫练习口才从练习口腔肌肉开始 当你练习了口腔肌肉 然后你讲话就变得越来越有弹性 越来越有韧性 越来越有能量 越来越有影响力 所以在场的各位呢 我们今天在课程当中 总结要给大家的是18个 把口才变好的习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今天拥有一个好的习惯 你每天都坚持 每天都演练 每天都重复 然后它就会变成你人生的经验 以及你内在的体会 如果你不把它变成习惯 即使你今天听到很多最棒的方法 你不去用 也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呢 现在你有没有准备好 准备好的话 我们有开始 第一个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把未来的口才 变成超级口才的话 第一个你要拥有的习惯叫做 我喜欢讲话 各位 一个喜欢讲话的人 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 一个喜欢讲话的人 对自己越来越有高的标准 一个喜欢讲话的人呢 他自己的口才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你如果过去 自主于口才不好 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不是自己讨厌讲话 或是自己反感讲话 或者是自己是不是沉默太多 或者是自己根本就不愿意跟人家搭理别人 如果你经常闭嘴 经常内向 经常的自闭 经常的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 所以你越来越习惯于过去 这样一种经验 所以你越来越就不喜欢讲话 所以你就越来 口才越来越差 但今天开始 你决定改变你自己 因为你要从现在开始 喜欢讲话 来跟我一起说 我喜欢讲话 因为这个经验也改变了我自己 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很内向 认知有点自闭 老师说 各位同学请举手回答问题 我通常是不敢举手 为什么不敢举手 因为我不敢讲话 所以今天开始呢 我分享这个经验 是因为我自己 从不敢讲话 到变成喜欢讲话 然后也把自己 从一个很内向的人 变成了一个 教公众演说 以及超级口才的一个教练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坚持的习惯叫 我喜欢讲话 第二个 我要送给大家的习惯 大家把它写下来 叫我喜欢我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 声音是语言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如果你的声音不够好 如果你的声音 自己对自己不满意 或是有负面的情节 或是有负面的感觉 或是有负面的想法 甚至觉得太高了 太低了 太刺耳了 不好听 或是没有共鸣 所以你就会对自己的声音 没有自信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一个好的演说家 他的声音 比较的动听乐 你不要认为 他天生就这么动听乐 是因为他越讲 越越越 越讲越动听 因为他越讲 就越喜欢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发现 所有亚洲顶尖的演说家 或是顶尖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很会演说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声音 都比较的什么 比较的喜欢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过去如果你对自己的声音 还不够喜欢的话 请你现在做个调整 开始喜欢自己的声音 即使还不够好 因为你喜欢它 然后你就开始改变 因为你喜欢它 然后你开始修正 因为你喜欢它 你就会不断的进步 如果你过去不够好 从现在开始 把它调了好一点 记住 第二个关键 来一起重复一下 叫我喜欢我的声音 第三个 我们要把自己口才变好的 最重要的一个感觉 就是把它写下来 叫自我感觉良好 各位 如果你今天讲话的时候 状态很沮丧 或是非常的难过 或是非常的沉闷 或是非常的失忆 你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 甚至没有魅力 可是如果今天 你的讲话 是充满了一种什么 充满了一种感觉 充满了良好的状态 我们讲巅峰状态 我们讲喜悦的状态 我们讲心高采烈的状态 当你状态来的时候 你的讲话是不是 越来越有表达的能量 甚至你的灵感越来越多 所以呢我给在座各位每一个人 一个建议就是 每当你讲话 或是演说 或是在公司里面开说明会 或是当主持 或是朋友生日party 或者跟人聚差 或是能到你发言的时候 你首先告诉自己一个官员 我的自我感觉良好 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你的整个心声 开始给自己配合一种灵感 从而让你在表达的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 开始集中在你那里 大家开始倾听你的声音 大家开始听你的想法 所以来 跟我一起说 自我感觉良好 非常好 第四个 你要把口才变好 把自己的声音变好 要把自己的状态变好的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叫做这样一个习惯 叫做我喜欢我自己 各位 事实上很多人呢 对自己不够重视 对自己不够肯定 一个伟大的人 首先是对自己肯定 一个伟大的人 首先对自己有信心 一个伟大的人 首先有对自己 有一个崇高的期望 所以呢 我决定 也决心跟你们一起来探讨 如何把自己变成 喜欢自己的一个人 那么我个人认为 一个人喜欢自己 他就会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一个人喜欢自己 他就会给自己更高的期许 一个人喜欢自己 他就会更爱学习 更交更多的朋友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 请你把自己变得 更喜欢你自己 当然 喜欢自己 从自我暗示开始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我一起大声说三遍 我喜欢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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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这样一起说的时候呢 你记住 你的表情开始变化 你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 你的心里也发生了变化 第五个 我们要拥有的习惯 非常重要的习惯 记住 就是我们每个人 要把演讲 练习生活化 很多人都觉得 口才 是先天生就的 它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为什么 因为任何人出生下来的时候 他几乎都不会有良好的口才 即使是天才 他学习叫妈妈爸爸 这两个词 他也许都需要花半年 甚至八个月 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 人 起步都是几乎相同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 他拥有了很流利的口才 有的人没有了 原因是 演练的没有足够多 或是学习的没有足够多 或是重复的没有足够多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你一定要把演讲 口才 这样一个演练 把它变成生活化的一部分 什么叫生活化 举例 如果你走路去上班 在路上 没有什么行人 你可以大声地练习 你要讲的主题 或是你要设计的产品 诉说的产品 介绍产品的内容 举个例子吧 我每天都开车上班 如果开车上班 我一个人的话呢 我要不就是在听 学习的VCT教学诞 我要不呢 就在自己练习口才 比如说 刘老师 你天天讲同样的 你不烦吗 第一个 我越讲同样的 我越相信他 而且我越觉得很开心 第二个 我要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课题 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开车的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我要讲一个目标设定 我该怎么讲 如果我 我明天开车 我就问自己 如果我要讲情绪管理 我该怎么讲 如果我今天开车的时候 我再告诉自己 一个新的课题 比如说人际关系的建立 比如说 如何打造好的团队 所以每天 可能给自己 一个不同的课题 然后就会在自己 在整个开车的过程当中 有话可说 然后有语言可练习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把你的演讲 练习什么 生活化 当你生活化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非常多的时间 可以练习 比如说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可不可以晚睡十分钟啊 当你晚睡十分钟的时候 你用来练习口才 口才是不是更好 如果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是不是早起五分钟 或是有时候 你还可以默念 什么叫默念 默念 默默的默 练习的练 当你默念的时候呢 然后你自己 嘴巴没有发出声音 但是嘴唇是动的 但是你心里是知道 你在讲这个部分 所以你把这个习惯 坚持好 就是演讲练习 怎么样 生活化 第六个 很重要的观念 过去我教过 三十二期 公众演说的 这样一个训练 其中有非常多的 千万亿服务和百万服务 甚至亿万服务 来参加我的训练课程 让我发现 他们很多人呢 决定要多上台 多上台 他们都告诉我 说刘老师 每一次上台练习 他们都有很大的进步 每一次上台练习的时候 他们的突破力变得更强 我个人也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你在台上练习一次 比台下练习可能要好十倍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把口才变好的话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脚下 当成一个舞台 所以我第六个 要送给你的习惯 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我的脚下 就是一个舞台 各位 当你把脚下 当一个舞台的时候啊 你整个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啊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匆忙了什么 匆忙了自己 感觉自己 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你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的经历 你的焦点 你的精神 你的状态 你的表述 你的注意力 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 也就是你的潜意识 会给你不同的期望 因此呢 我建议 你们在任何时候 练习口才的时候 都把自己的奖下 当成一个舞台来练习 所以各位 你的岗位是你的舞台 你的公司是你的舞台 你所处在的城市 是你的舞台 你的行业是个舞台 今天的中国 也是世界大舞台里面的一个最棒的舞台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令世界都刮目相看 所以中华这个强大 以及中华的复兴也指日可待 各位很显然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把你的脚下当什么 一个舞台来对待 第七个要点 你记得就是 只要有开口的机会 就要开口练习 比如说 今天在一个大会里面 如果有机会让你上台 你一定要讲话 如果有机会让你举手 你一定要讲话 如果今天在一个饭桌里面 轮到你发言 你一定要讲话 因为只要有开口的机会 你就要开口练习 例如今天你在听我的这一谈 这样一个口才的课程 如果你在听我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一直闭嘴听课 如果你跟我开口听课 你会发现 你比闭嘴听课 效果至少好得要三倍以上 过去可能你听一些VCD 或是看一些 这样的VCD教学片的时候 你是在怎么样 你是在闭嘴 然后抄笔记 可是今天我请你 跟我不一样的学习方法 就是你在听我的 这一盘教学带的过程当中 请你一直跟着我 大声的讲重点 大声的重复重点 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 我的脚下是一个舞台 你会发现精神状态不一样 当你站着这样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更加不一样 所以呢 当你自己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身上充满了一个能量 因为你自己把 只要开口的机会 就开口练习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卷有益 那我认为呢 未来有一句话叫做 开口有财 是财富的财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断开口 就会让你有财富 诞生在你的身边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话都要讲 而且你要透过你大脑的过滤 在下面的课程当中 我会教你怎么样去思考 OK 第八点 也就是说 你要学会一个很重要把口才提升的方法 就是只要有分享的机会 就去分享 或者说我热爱分享 那一个热爱分享的人呢 他就会重复 例如呢 如果你听了 我三个小时帮助你提升口才的这一套 威士丽教学篇 你回到你的家里 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去分享 子女去分享 爱人去分享 跟你的朋友去分享 当你去分享的时候 请别忘了 当你分享的时候 你的记忆力加强 你在重复 你在改变 你在提升 所以当你不断的分享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觉自己 哇 自己有好大的进步 所以呢 各位 有人说分享要分享几次 依照我的经验 比如说我去学习世界 第一名畅销书作者 这个叫马克汉森 他的课程 课程很贵哦 要投资将近十万块 可是我学完之后呢 我发现我自己分享 已经超过了二十一遍 我首先跟我的员工分享 然后跟我的合伙人分享 然后跟我的妹妹分享 跟我的家人分享 跟我的教学的学友分享 然后我跑到苏州 我在苏州分享 跑到上海 我在上海分享 跑到深圳 我在深圳分享 那我跑到南方 在南方分享 那我不断的这样分享 不断的分享 然后呢 我当我在这些不同的城市 讲课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分享 我认知 见了我一个好朋友 我都迫不及待的 把这些内容告诉他 因为我一个我想帮助我的朋友 第二个我知道 分享进步是我自己 所以第八个记得 只要有分享的机会 就要分享 我热爱分享 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说 我热爱 怎么样 分享 第九个很重要的关键 请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当你在练习口才的时候 第九点 一起跟我说 只要练习就大声练习 举例 现在如果你跟我一起说这句话 来 一二三 只要练习就大声练习 各位 当你大声有什么好处 我们都知道 声音是由声带发出来的 然后要运用你的舌头 跟口腔的肌肉 以及你的全新声参与 那大家知道 如果你声音大的时候 你的声带会拉开一些 然后你的肌肉会拉开一点 然后你的声音 发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穿透力跟影响力 所以当你大声练习的时候 你的整个新声状态 会调整到一个 比较兴奋度的状态 所以我在你平常练习的时候 你不妨把声音拉大 当你声音越来越拉大 可能你的音域会变广一些 或是你的音阶会变高一些 你会让自己越来越喜欢你的声音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 声音比平常要大概 大30%到50%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当你这样持续练习的时候 过了大概半年一年 哇 你发现 你怎么会讲一天两天的嗓子声音 都会讲得很好 所以各位 事实上有时候 我们只有职业演说家 或职业讲师的话 他可能会需要讲 三天四天五天 甚至连续讲七天九天的课程 那他需要他的嗓子 依然保持很棒的状态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断持续的 把自己怎么样 把自己的声音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把它放大 练习的过程当中放大 然后他声音就具有一定的弹性 具有这样一个坚韧度 好 再下一点 就是第十点 那第十点呢 就是只要你在讲话的 只要你在练习的时候呢 就要快速练习 为什么要快速练习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林伟贤 那林伟贤老师呢 他是亚洲非常快速的一个名嘴 为什么他的讲话很快呢 因为他自己有这样一个很棒的演讲习惯 就是语速很快 他觉得要用很短的时间 然后把大量的资讯告诉大家 结果他的每一次演讲都非常的有魅力 然后呢演讲的时候呢也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在座各位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演说家 他很善于呢 把语速变快 认知他也可以把语速变慢 所以当语速变快的时候 你讲话同样的时间 资讯量变多 举例刚才各位从一开始进这个 看这个VCD的过程到现在 可能你会觉得我的语速比较的快 但是各位 如果我现在需要把语速变慢的话呢 我同样的可以变得很慢 各位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语速很慢的人呢 如果要把它变快呢 就变得很困难 所以呢 如果现在开始 你把你的语速变快 然后呢 你自己的整个未来讲话的资讯量呢 就会增加举例 各位请你全体站起来 跟我一起说语言快 然后怎么样 思维快 然后怎么样 行动快 然后怎么样 变化快 然后结果就变快 然后赚钱速度就怎么样 变快 同意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语速变快 你的行为变快 结果变快 命运改变了 就越来越快 越来越好 所以各位 你改变你的速度 从改变你的语言的速度开始 即使是你过去不快 但是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在练习讲话的时候 比过去声音快百分之三十 当你快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你的反应 行动 以及你的情感 敏感度都增加了 因此我相信你的口才会 越变越好 越变越灵敏 同意的请大声说 嗨 OK 现在我们开始分享的第十一点 那各位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讲话不仅是要使用到声音 可能还需要用更多的 你的全心声参与 所以第十一点 只要讲话 就用肢体动作表达 各位 可能到现在为止 你在听我的演讲 你会发现我的手势一直在动 一直在手势在动 事实上手势是不是语言 我们都有很多的人喜欢看跳舞 跳舞的舞蹈艺员 几乎他们没有上台再讲话 可是他们却还有影响力 他们跳完舞中 我们可能会热烈鼓掌 大家都知道全球第一名艺人 这个人叫麦克杰克信 麦克杰克信 他站在台上 他可能只是缺一个动作 然后所有人就开始为他鼓掌 因为他那个动作 就仿佛有一种语言 很有震撼力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亚洲四大天王 那个郭富城 郭富城呢 他就是因为能歌善舞 所以他还有穿透力 各位事实上每一个人 他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他运用肢体动作 他的影响力会变大 尤其是在演说跟口才 各位都知道 动作就是语言 所以跟我一起伸出你的右手 来跟我一起做 来 肢体动作等于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远胜过口头语言 同意吗 所以为什么 因为肢体在做的时候 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张力 举例 如果一个人呢 跟人家说 我喜欢你 这三个字 或四个字 我喜欢你 这四个字 和一个人 看着别人的眼神 非常寒情默默的 而且双手合十 或是这样子 把他放在心脏的旁边 心的旁边 来跟他说 我好喜欢你 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 有的一些动作 给人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各位 很多年轻人呢 都谈过恋爱 比如说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两种男性 一种男性呢 他很善于表达语言 他总是跟他心爱的女朋友说 我很喜欢你 我很中意你 我很在意你 我每天都梦见你 他只是说 只是说 只是说 从来没有行动 没有肢体动作 可是另外一种人呢 他可能说的比较少一点 可是他第一次跟他见面 就握别人的手一下 哇 或者手上他舍不得放 然后再按摩一下 给你感觉怎么样 哇 真的是很棒 那女生就知道 他心里喜欢他了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怎么样 然后又用肢体动作 然后搂着他的肩膀一下 或者搂着腰一下 第三次他可能就怎么样 靠得更近了 所以肢体动作 它可能会远胜于你的 口头的语言 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 请你运用一些肢体动作 当你的肢体动作丰富的时候 当你的肢体动作丰富的时候 其实你的影响力也是在增加了 可能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事情 未必是符合你的工作经验 但是我要跟你报告的是 全球最著名的演说家 世界上最伟大的潜能大师 安东尼罗宾先生 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 运用肢体动作的人 我去他的课程现场 好多天的时间 我都会发现 他每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那个动作非常的夸张 然后动作的力气非常的大 他认识 他那个动作 把全场几千人都带动起来 各位不要怀疑他 因为他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包括现任总统小布什的演说顾问 他是英国王妃 前王妃戴安娜 以及印度总理甘地 他们的包括曼德拉 他们的这样一个指导顾问 所以我发现所有顶尖 包括你会发现 世界上第一名 这个超级推销员乔吉拉德 那我去现场看过他几次演讲 我发现他每一次演讲的时候 他的动作都非常的夸张 他不仅是用动作 各位你知道吗 他在编演讲的时候他可能会编脱衣服 脱袖扣 然后会怎么样 会站在椅子上 这还不算 他认识会要站在一个讲台上 然后他真的是那种张力非常的巨大 各位 那有人说学者派的人不会这样 但事实上我听过北大 听过清华 一些最著名的所谓 我们大家都把它美誉为我们国家国嘴 但我在今天不需要提他们的名字 但是事实上我亲自看到他们的这个演讲 他们也有丰富的手势 而且有丰富的表情 所以我肯定跟你保证 当你手势不断丰富的时候 你的口才会变好 记住 只要讲话就用肢体动作表达 当你喜欢一个人 用肢体动作表达 当你想要跟一个人表达情感的时候 想要一个人表达意愿的时候 想要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 请用肢体动作表达 就如同你见到一个陌生人 你想要跟他认识 你就会伸出手跟他说你好 当你握手的时候 这个肢体动作已经告诉对方 你愿意把自己跟对方连接在一起 记住 只要想要交更多朋友 只要想要提升口才 只要不断愿意改变自己 就记住这个小小的秘诀 只要讲话 就用肢体动作表达 因为肢体动作远胜过口头语言 同意的大声说 嗨 第十二点 我们要拥有的习惯 就是只要讲话 就用眼神表达 各位 事实上你的眼睛会说话 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很多人如果问你一句话问题 说心在哪里 很多人说心在这个地方 各位 事实上这不是心 这是心脏 大家有人说 心就是脑袋 它就是你的头脑 非常好的答案 心灵可能是根据您的自己的过去的经验 以及你头脑的思考 可能你想象得到的位置 这样心呢 是你自己的灵魂 或是你自己的思想 或是你自己的情感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在眼睛的后面 所以每一次呢 当你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当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如果你要发自内心 请你想象 你的心就在你的眼睛后面 当你这样用心跟人沟通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更有魅力 而且你的讲话更有影响力 所以请你记住一件事情 当你讲话的时候 请你多用眼睛 当你眼睛看到别人的时候 你记住一件事情 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因为眼睛的眼神 它是一种语言 请你把它写下来 如果你再听 你把它写下来 只要眼神是潜意识的语言 是不会骗人的 OK 因为眼神 它含有你内在的情感跟经验 所以记住要善用什么 眼神 大家都很喜欢看电影 或喜欢看一些电视连出局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星 他们的眼睛都非常的怎么样 明亮 善于传情达意 所以现在如果你很多朋友 在一起看这个观点的话 请你看看左右边人的眼睛 跟他说一句话 你的眼睛会说话 你的眼睛会传情 你的眼睛会勾魂 你的眼睛会放电 各位 你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深呼吸一口气 嘴巴吐气 先你想象一下 你的眼睛啊 像一道光一样 就像探照灯 或是像一道强的光一样 当你看到一个人 像一道光一样啪 你们有没有见过手电筒 手电筒一打开 啪一束光照到一个树上 或是照到一个花头上 如果你就想象自己的眼睛啪 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就像一道光啪 照到他身上 感觉你的眼睛有神采 有能量 有魅力 这样好不好 所以从现在开始 有人说我眼睛不亮怎么办 各位你怎么知道你不亮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练习过吗 各位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经常没有进健身房 你当然很难有很强的肌肉 如果你经常不爬山 你当然爬不了很高的山 如果你经常不游泳 你当然无法游过这个江河 所以很显然 你只要练习 你的眼神也会变得很有魅力 你相信我 没错的 如果你想把自己变得很有魅力 请你练习你的眼神 就像探照灯一样 照在别人面前 当然你要用心去发尊的练习 所以第十二点就是 只要讲话 就用眼神表达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旁边有很多伙伴在跟你一起学习 请你走到你旁边的伙伴面前去 跟他握手说一句话 你的眼神好有魅力啊 你是我一生当中见过最有魅力的人 来 开始行动 因为你行动的时候 就在创造你过去的经验 行动的时候 就会帮助你自己变得更友善 同意吗 同意的大声说 嗨 非常的好 各位 你们已经听了十二个小小的习惯 当然我还会送给你这六个习惯 可是这十二个习惯 很重要的是 要把它变成你的经验 变成你真正的习惯 你听到什么可能不重要 但是你把这些听到的东西 变成你的能力 变成你的习惯 才是我真正想要带给大家 你们同意吗 非常的好 各位 第十三个习惯就是 只要讲话 就用面部表情表达 各位 事实上表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你的表情会说话 有很多人呢 看过 一个片子 当然这个也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个节目 叫牵手什么 观音 大家都知道牵手观音 这一群演员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都是由一群聋哑人组成的 他们几乎听不到声音 或是他们几乎都不会讲话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表达震撼全国亿万观众 是因为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的情感 她们的内在 也是跟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当她用她的丰富的肢体动作 当她用她的眼神 当她用她的表情所表达出来的 那种慈善 那种和 那种慈祥的部分 会让我们心灵会收到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练习你的表情 那我们都知道 人的面部表情有81条肌肉 很多人可能连60条都没有用到 所以你现在开始 可能需要练习微笑 或是练习不同的表情 因此如果你今天讲话的时候 请用你的表情表达 因为你的表情会丰富你讲话的内容 你的表情会加强你讲话的内容 举例 如果说你说讨厌一个人 可是你的表情是非常快乐的 可能别人听到的不是讨厌的内容 而是你心里对他充满的期望 所以你在表情的时候 一定可以更得更丰富 变得更有神 变得更有什么魅力 所以跟我一起说 只要讲话就用表情表达 再举个例子 每到节假日 我们都可能会需要给人家 家里去送一些礼物 当我们走到别人家里去送礼物的时候 可能他嘴巴里面一定会讲一句话 不要啦 不要送礼啦 不要这么客气啦 不要这个这个 带礼物来 他的口头上一定会这样讲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看他的眼神 跟他的表情 如果他的眼神佛露出什么 温暖的笑容 如果他的眼神佛露出一种什么 快乐的情绪 你只管把东西放下 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看他的表情 是喜悦的灿烂的精彩的 你尽管把东西放下 而且下次还可以多送哦 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加你们的情感 所以你不要光听他嘴巴讲 因此表情跟眼神 是丰满你的讲话内容里面 很重要的元素 因为眼神是潜意识的语言 表情也是潜意识的语言 有人问我 什么是潜意识 什么是意识 潜意识跟意识呢 我们都知道意识的力量 跟潜意识比较 潜意识比意识要大很多倍 所以呢我们在有时间 我们会再跟大家详细分享 潜意识跟意识的 这样一个差别 力量的差别 那么再下一点 第十四点 第十四点 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 只要讲话的时候呢 就要记住一件事情 跟我说只要讲话 就想要让听众收到 只要讲话 就要让听众收到 很多人讲话的时候呢 或演讲的时候 他只是顾自己在讲 哎呀我要讲什么 我要表达什么 我要说明什么 他太在乎的什么 自己的这些感觉 他忽略了什么 他忽略了听众的存在 事实上顶尖的演说高手 或是沟通高手都知道 沟通取决于对方的 怎么样 回应 你讲什么 可能还不如对方 回应来的这么重要 因此沟通取决于什么 对方的回应 所以在你讲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深深的 给自己的一个经验 就是只要讲话 就要让对方收到 因为对方收到 你是诚恳的 你是善意的 你是真诚的 你是付出的 他就会可能会愿意跟你交往 愿意跟你交朋友 我举个例子 很多来看 我们的教学片的人 他可能是从事销售工作 或是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或是领导工作 你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不管是要销售产品给客户 还是你要跟下属沟通 还是你要跟公司员工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这样的 一个方案的传达 那你的重点是 到底你的沟通对象 演说对象 他有没有收到 如果收到的话 他就会去执行 如果没有收到 可能你的讲话 就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所以记住 你的演讲 是否能够让对方收到 是评定你演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以前呢 我在公司的时候呢 跟一个公司的高管 然后呢 我时常命令他做事 时常知道他做事 后来我就发现 他做的跟我要求的 相差非常的大 我就怀疑了 他是不是有问题 我怀疑他是不是 状况不好 但是我没有去检讨我自己 我的讲话 他到底有没有收到 那后来我开始有一组觉悟 我就去找他谈心 我说我跟你讲了好多次 你要这样做 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他说 我确实没有听清楚 也觉得不明确 要是能不能讲得更明确更清楚点 后来我才发现 是我讲的东西 他没有收到 他只是感觉 而没有真正的去收到 我要讲达的明确的东西 所以各位主管 各位经理 各位销售代表 以及各位热爱口茶的朋友 你未来 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多少次讲话 一定要对方对收到呢 如果你需要的话 请你记住我讲的这个秘密 你的讲话一定要对方什么 收到 非常好 第十五个习惯 就是 各位 当你在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保持一种什么 保持一个积极主动的什么 态度 实际上讲话的效果 跟你的态度 有很重要的关系 人生呢 随时都需要积极主动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宇宙最伟大的法则就是 积极的思考 因为积极的思考 会帮助你变得 非同反响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都发现 很多行业取得顶尖成就的人物呢 他都是积极主动 积极主动 积极主动 如果你不积极主动的话 你很难得到结果 各位 事实上呢 我是在 1994年参加工作 1995年呢 9月 我就到北京去了 可是95年的3月 我到深圳 我到深圳的时候 我当时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我发现我自己 就特别特别的积极主动 因为我在短短的六个月当中 换了六份工作 换工作也是积极主动 有人说 你为什么换那么的工作 我觉得我深圳像一组大学校一样 我要学到很多东西 我换一个工作 我就可以学到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第一家工作 是广告公司 哇 我就学到一堆广告知识 什么这个平面广告 什么灯箱广告 什么户外广告 霓虹灯广告 POP广告 哇 我觉得学到广告知识 我第二家公司 我是期货公司 然后我又学到了什么股票知识 期货知识 经纪人知识 哇 然后这个交易知识 第三个工作 我在一个饮料公司工作 然后学到了这个饮料 以及碳酸饮料 以及这个矿泉水 以及很多的饮料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查 第四个工作 我又接触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团队的销售 第五个工作 我又接触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调查的工作 等等等等 我在这种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积极主动的去学习 就丰富了我的知识 所以各位 在你的工作当中 你一定要积极主动 在你口才的表达当中 你要积极主动 很多人都知道 聆听很重要 的确 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听可能要比讲多 可是但一旦 你有机会在讲的时候 一旦你要有机会表达的时候 你要变得积极主动 否则可能在一个场合里面 你还没有讲话 我们的平台就可能 门就开始关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在沟通的时候 要做到什么 积极主动 那最后一点呢 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口才 最快速提升 各位 你一定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五岁的心态 为什么最后两点 是讲心态呢 各位事实上 你们知道 很多的人 之所以他的人生的成长 跟进步停滞了 是因为他把自己 变成一个满满的一杯水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两个杯子 一杯水是满的 一杯水是空的 一个杯子是空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往这里 有个杯里面加水 如果加到满杯里面 水会怎么样 溢出来 如果加到空杯里面 就可以加进去 所以 可是五岁的人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需要吸收 什么都需要成长 所以你看 五岁的小孩 他见人态度很好 而且他记忆力很快 而且他善于模仿 而且他非常喜欢笑 而且他非常善于去热心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保持五岁的心态 因为我们保持五岁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喜悦 人生的这样一个 累积的知识的经验 会成倍的增加 以上这十六个 十五个习惯 十六个习惯 就是帮助大家 在每一天都可以把口才变好 每一天都可以把口才进步的 一个要诀 记住 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把这些习惯 变成你自己生命中的经验 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告诉你自己 我喜欢讲话 每天都要告诉我自己 我喜欢自己的声音 各位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 记住 日新月异 每天都在累积 我们每天都需要讲话 当我们讲到八十岁的时候 难道你还不可以成为一个口才的专家 各位 口才我们需要用一辈子 可能你要活九十一百岁 当你用了这么长时间 去表达 去沟通 去讲话 去生活的时候 难道你不愿意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口才专家 如果你要的话 你要不要把这十六点变成人生的习惯 一旦你把这十六点养成你人生的习惯 你就会很进步 各位 事实上 我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 也就是说 在我二十岁之前 我几乎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文学 热爱用文字表达的人 那个时候呢 我口头上非常善于 非常善于表达的 就是 我很喜欢文学这几个字 事实上 我根本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所以我跟人家经常就写信啊 或是用一些诗歌啊 表达自己类型的情感 我甚至做过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后三坡里面 经常把一些诗歌写的树叶上 那很显然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情感很丰富 但 我改变自己 是因为我觉得 光你比头表达 并非能够让你自己 变得很进步很成功 所以 我从1995年到了深圳之后 我发现深圳是一个 非常非常 这样一个快速进步 快速成长 快速获取机会的城市 如果你不会说 你就 没法让人家认识 如果你不积极主动 就可能会被埋没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口才真的很重要 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 这样一个内向的性格 我开始主动 我开始讲话 我开始跟人家打招呼 我开始主动跟人家握手 我开始来练习口才 我开始很佩服 那些口才好的人 我开始好喜欢 跟那些口才的人打交道 各位 当你一心想要做的事情 当你满心想要做的事情 当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各位记住 当你一心渴望达成的事情 整个世界都会为你上路 何况在你内心深处 你一定有一个良好的期望 就是你的口才每一天都会进步 我要祝福你 从现在开始 把口才变成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项能力跟经验 而且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 每一刻时间 都在不断地累积经验 增加知识 不断成长 不断改变 这一张碟 它虽然可能只有三四十分钟 但是你至少要看几遍 有人说 看一遍两遍三遍 我的建议你最少要看七遍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这张碟 你不要跟平常的碟那样学习 只听什么 只听内容 或只操笔记 这张碟 在你听了这个碟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听众 你是演说者 你是口才的学习者 所以在整个刚才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第二次来听 或第三次来听的时候 请你记住 你需要怎么样 当我说要练习的时候 请你站起来跟我练习 当我说要重复重点的时候 你持续地重复这些重点 当我说要把这些复习的时候 你要重复复习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 你要把从第一条 到第十六条习惯 你一次地怎么样 把它大声地朗诵 当你朗诵的时候 记住 你一开始可能记不住这些内容 没有关系 你可以什么样 左手拿出笔记本 右手拿出手势 决定你可以模仿我 叫我 喜欢讲话 我 喜欢我的声音 我 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自己 开始怎么样 开始喜欢这些经验 当你不断地从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一直到第十六条 保持五岁的心态 然后呢 你就从十六条 要再读到第一条 这样你这样重复读的时候 慢慢把它记住 我要求你不仅要记住 而且你要什么 把它能背下来 并且背下来之后呢 变成自己的什么 经验 那当然看完这张碟 明天早上你要不要去用 当然要去用 你早上一起传 就告诉我自己 我喜欢讲话 我喜欢我的声音 而且你要告诉你自己喜欢自己 所以当你这样练习的时候 你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然后怎么样 这个习惯才会变成你 我说过习惯的力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一个人之所以没有去结束的成就 往往是因为他没有好的习惯 但是要养成一个坏的习惯 只需要一分钟就可能了 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很困难 但今天改变就在一瞬间 你决定要把这个习惯 带回到你自己身体里面 你就可以去做到 记得从明天早开始 你就给自己一个监督 然后怎么样 把自己的练习 变成每天的一个早课 而且我建议你还可以养成一个 写日记的习惯 因为你不断地口才进步的时候 你内心一定会有体验 不同的感觉 你会把这种体验把它写下来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自己哪里是对了 哪里是不对 哪里要调整 哪里要改变 哪里需要不断地补充 然后呢 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因为写日记 你还会增加很多的知识 记住 一个人口才好 关于习惯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 在你拥有好的习惯的同时 你拥有大量的知识 一个人不够成功 就是因为知识不够多 如果知识够多的话 他力气成功就更近 所以你要每天大量地阅读 大量地学习 大量地成长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好的口才 持续用好的口才 且看下一篇VCD 我们会给你更好的方案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